小孩在學校上課遭到體罰 媽媽控告學校助理傷害 法院判決媽媽勝訴 媽媽把判決文PO在臉書 沒想到卻被對方控告泄露個資 男同的母親 去年因為小孩在學校上跆拳道課 被女助理拿小樹枝打小腿管教 導致小腿紅腫 母親認為小孩只是跟同學玩耍 卻遭到體罰 導致兒子身心受創 決定帶兒子驗傷 並提告傷害罪 女助理被判拘役10天 母親事後在臉書上PO出判決書 表示自己因為這件事 母子倆身心俱疲 但是判決書上 卻清楚登載女助理的個資 結果被助理反告 經過這個事情之後 我們懷疑到社團就開不起來了 開不起來了 這個奇怪就對學校也很困擾 小朋友也就少了一個學習的機會 事發之後助理已經辭職 無法聯繫 母親也被判拘役20天 雖然母親沒有出面回應 卻在臉書上回向網友說 比起泄露個資 兒子受到的傷害更大 他要為自己跟兒子爭取公道 記得彭志銘苗栗報道 我們就知道再度集穫 我們下一個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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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ssay 感谢观看